各位观众、评审、大家好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耶稣三退魔鬼的诱惑 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 耶稣在设计后被圣神引领到旷野 为受魔鬼的试探 耶稣进食了四十个昼夜后 感到多了 魔鬼趁此机会上前试探 他说若你是天主子 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了 耶稣以圣经的话回答魔鬼 人活着不是单喝食物 也靠上主口中的一切说话 魔鬼用引他到高主 以财富利用耶稣 只要他肯朝拜魔鬼 便会送耶稣一切荣华富贵 耶稣不为所动 更对他说 去吧 撒旦圣经上说过 要朝拜上主 你也天主 唯独释放他 魔鬼最后又引耶稣到耶路撒冷 也用圣经的话来 引诱耶稣 说 若你是天主子 从这里跳下翅膀 圣经记载着 天主会吩咐天使 用手把你拖着 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 被石头锁伤 耶稣不慌不忙地 以圣经的话回答魔鬼 你不可以试探上主 你也天主 耶稣借着天主的圣言 成功制退了魔鬼的引诱 魔鬼则后便有天使来伺候耶稣 金句 恩赐智慧的是上主 知识和睿智都出自于他的口 恩赐智慧的是上主 知识和睿智都出自于他的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